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已有4个月 目前实施效果如何 10月17日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在户表示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时效显著提升 分类体系基本建成 整个上海市居住区达标率 也由去年底的15%提升到目前的80% 至9月底 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量达5600余吨每日 较2018年底增长5倍 实垃圾分类处理量约9000余吨每日 较2018年底增长130% 干垃圾处置量控制在低于15275吨每日 较2018年底减少26% 通过这个我们7月1号到现在这几个月的推进 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每天市民产生的生活垃圾 由专用垃圾运输车运至垃圾中转站 经压缩处理后 在运输至垃圾最终处理地点 当日记者来到了负责整个黄浦区生活垃圾转运任务的 上海黄浦还城库费转运有限公司 了解生活垃圾终端处理情况 从以前的垃圾车不密封有滴漏 干湿混合车间意味远洋 到如今的种植大片绿化 密封垃圾车及封闭车间 垂直压入装箱式工艺 除臭喷零系统和除臭通风系统 上海黄浦还城库费转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向记者介绍 自垃圾分类以来 中转站的变化非常大 现在这儿一年四季都有花香 那现在通过分类以后 我们这里现在黄浦区目前为止 我们中转站是干垃圾 没有撒垃圾进来的 马路上的这个小车设计的水不是省水的吗 这些概念都没有了 据统计上海已完成2.1万余个分类投放点规范化改造 和四万余之道路废物箱标识的更新 到9月底 上海共配置及涂装1327辆式垃圾车 3084辆干垃圾车 86辆有害垃圾车 及192辆可回收物回收车 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12100个 中转站169个 大型集散场9个 据悉今年7月1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今年1、2季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全国46个试点城市进行考核 上海威励第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正好 最后一项 小练一项